帥的是万能的 看了没有 stripe 听起来多亲切啊 是很亲切啊 又好听啊 又好听啊 所以我为什么说 我为什么说你把认真恶 认真意好好学 认真恶学好 是不是从紧张的心起来 我们都紧张 对啊 大家都有压力感 对啊 这简单是好 所以就stripe 一二三四 不是叫你们一天都要练这个吗 对 那这个是万能的 你可以这样 一二三四 有没有 比如说本来一二三四 你可以一二三四 就移动 一样的stripe 对不对 就是说 就是这些练起来 基本功练好 你这个stripe是万能的 什么都可以应付 对 对 刚刚这个大家笑着回去 一刚才那个大家笑不起来 不然就 对啊 我是那个doll seven 在转二指形的时候 要怎么转 doll seven doll seven 你说 你通常这样子 就是stripe stripe 通常stripe的时候 你就不要理它了 你就转过来 就是doll的方式转吗 就是doll 就是 你右手的话 原则上我不讲嘛 这样子过来的时候 你再转的时候 再转7很难听 有时候转不好就卡掉了 左手尽量稳住就对了 所以doll seven就是用doll i 当你不会弹的时候你又用手 右手来补啊 用补啊 右手补 这么补 就是 就这样 doll seven doll seven doll seven 或是c是不是这样子 seven是不是这样子 左手就不要理它了 因为通常 通常你左手不熟的时候 你就不要理它了 你就用你会的东西就好了 我不教你们就这样够了 你不要为了左手这样seven 就早了半死了 doll seven doll seven 一定要 一样的道 但是你左手大和弦 你要弹出来啊 你不能用这样子啊 左手大和弦要这样 那至于seven的时候 你就不要理它 就用右手 当你seven不会弹的时候 你用右手来补啊 懂不懂 这个过来 这你要练 这大和弦没办法 这要练啊 那个还是要 这平常就是大和弦弹 那基本上你们用的机会很少嘛 但是你为了要用你就要练啊 你不练不行啊 你关心这边关心练这个 要练一下 就ray 大和弦是不是这样子 我说小和弦应该错 ray 小和弦 rm7 对 小和弦 小和弦是 那你碰到7 你都不要理它就对了 都不要理它 就是 因为左手弹 minus seven 右手不是很好听 因为太急了 通常都用右手来代替 右手把7 硬突出来 左手不要理它 左手因为有些东西 你这个 几度几度 那时候不见得好听 声音会灼灼的 或是new age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一样 都把它当作 ray 譬如说ray set 对对对 对 不要 所以不要管那个set 对对对对 因为你们现在会困住在那边 你看好像刚刚讲 new age 也就要去 如果你是早入 我远是那小草 如果你是那片云 我远是那清风 看到没有 所以你们只要学几个new age 帥的 很好用啊 那至于我后面那个那些你不要理他就对了 啊 还有什么不要理他 你不会就不要理他嘛 不懂就不要理他就对了 把你懂的你就尽量用上来